哈嘍,大家好,我是Eric 歡迎回到我們的頻道 欸,這幾天大家有沒有看到那個 YouTube最火的網紅啊 蕭恩哥和陳老師又來台北 哇,鎖刀之處啊 風靡全場 萬人空想對不對 大家有沒有看到那個 那什麼夜市啊 前面排隊發衣服 哇,合照排了一個多小時啊 哇,那是流量爆棚啊 你看他們來台灣 除了說那個小吃 好吃 台灣的人情味很濃厚等等 幾乎都是非常推崇啊 當然就 連他們啊 算是旅遊很多地方的 連他們啊 都不免俗的啊 要小小抱怨一下台灣的住宿 他們也認為是蠻貴的 也不便宜啊 大家有看影片 他們的影片就知道 他們說吃的也好 交通也好 這個價錢費用啊 都還過得去 但是就是唯獨這個住宿啊 連他們也覺得吃不消嘛 這個問題就讓我看到 今天有個新聞說 國人出國觀光大爆熱潮 創下史上最大旅遊逆差 什麼意思 就是說 台灣人出國觀光的人數啊 遠大於 外國人來台灣觀光的人數 這個正負差來到 逆差來到史上最大 我看這個報道 他說一些相關奈亞把他歸咎為說是因為日幣貶值啊 所以日本人減少出國觀光消費什麼的 但是你要去看對比哦 日本人他是減少來台灣旅遊的人數 但是相較於他去韓國或其他國家 東南亞其他國家 他的人數已經恢復到七成左右 言下之意就是什麼 他這個很顯而易見了嘛 我們 我是覺得我們有關單位和一些 也沒必要再睜著眼睛說笑話 最大的問題就是在於這個住宿太貴了 有看新聞就知道了 很多以前很喜歡來台灣玩的一些日本人啊 有人去訪問他們啊 他們也說 本來一年來台灣三到四次 那現在因為這個費用 住宿費用太高 然後他們可能也只能減少為一年一至兩次 或甚至一年一次對不對 這個然後有人又標榜說 是因為台灣的那個土地取得啊 的這個成本太高啊 導致於房價居高不下 又或是說什麼 人工薪資漲價什麼 我覺得這個啊 相較於台灣的這個住宿費用來講 各位不要說 不要說日本 我們先說東南亞就好 你在東南亞市區 類似 你在泰國也好 越南菲律賓這些地方也好 這邊住宿的費用 一碗的飯店的這個住宿 一般的房間 大概也就是一千五至兩千五嘛 通常啊 以我那時候在那邊租一個月的套房 就是說 這次不是很多那種酒店式公寓嗎 不是那種很大家庭啊 就是一般的一般個人可以住得中 通常啊 在那邊的當地的租金啊 一個月大概是一萬五至兩萬 我們用這個平均標準去算 大概是十分之一左右 那你再回退到台灣 這樣你就知道台灣的住宿有多貴 因為台灣住宿動輒四五千五六千起跳 很多嘛 甚至七八千 這個你 你去對比月租費 跟這個 單碗的房價 那個差異 明顯偏貴了 真的是明顯偏貴 很多外國人 你看為什麼 你去日本 你去香港 哪怕你去泰國 非得比你越南 你會看到很多 歐美那種老外 那種外國人 對在那邊 然後你再看看台北街頭 其實 外國人的比例 當然有 但是還是明顯偏少 跟那個 你有去其他國家看你就知道 旅遊除了扣除機票之後 再來就 占最大開銷就是住宿嘛 這個住宿費用如果一直居高不下的時候 就很難吸引到別人來這邊 長時間的旅行 好 我們再來講個 大家最喜歡講的人工薪資 反正的服務業平均起薪 底薪 我們給他算3萬 3萬左右 3萬出頭 你日本服務業起薪 最低5-6萬 所以他在 他領這個薪水在住宿 費用消費的時候 他 無形中壓力不會那麼大 明顯日本 房價還比較便宜嘛 通常還不用到5-6千 可能3-4千 4-5千就很OK了 那你用這個標準 再回到台灣來看 台灣如果 我以薪水 一般薪水 3萬塊來講 是不是他的住宿 比較合理 應該是在3千塊左右 那如果你住宿費 不要4-5千 5-6千 這個 跟別人就差差的不止一倍了 一樣的 住宿條件 一樣的標準 現在很良 大家一定是選物美價廉的嘛 所以這個無形中 更不要講說 還有包含什麼 其他交通因素啊 這種行人安全什麼 我覺得 不是說我們說台灣不好 台灣理論上應該是 要再可以表現得更好一點 對不對 但是畫風一轉 我又看到一個新聞說 台南出國 九層只去日本 被嫌美國機關 真實數據曝光 然後這個 我先說 我個人也是蠻喜歡 蠻喜歡去日本 交通便利性啊 這種 旅遊資訊的發達度啊 什麼這個 對於你要找路啊 這種指標啊 的設計什麼 你是動漫迷也好 你是火車迷也好 這個美食的 日本料理美食的愛好者 這個 當然去日本 日本在各方面 很友善嘛 很便利啊 這 不可否認啊 很少人 覺得 不好的啦 所以這也反映在我們 出國人數最高的第一名就是日本 但是他這個新聞他說 台南九層只去日本 這個我覺得是 也有點 浮誇了 也就釣出了一些老司機說什麼 真男人只去越南 什麼 都去越南和泰國 才不會跟你 才不會跟你講 什麼的 是什麼原因大家都知道 我們在這邊就不多說了 但是 我說真的啊 據我所知 喜歡去東南亞的 我覺得應該 也不少 舉例一下 我們講東南亞 包括泰國 越南這些地方 你要講交通 要講環境 要講什麼 這當然 日本有日本 他的優點 但是 他這地方也有一些 日本沒有的一些 獨特的 魅力 他這裡的那種 熱情活力 你會感受到 他這個是一個很有活力 正在發展的城市 叫接低氣 不要試鏡 這種氣氛 有時候 在別的地方 你不見得 能體會到 我覺得大家可以來 看一下 不一樣的 體驗 會增加你的 那個旅遊的 深度 你會看到一些 不一樣的層面 這時候 你的那個 視野 你的深度 你旅遊的經驗 會提升 可能有很多地方 你還沒去之前 你的既定印象 刻板印象 是這樣 但你去了之後 可能會完全改觀 跟喜歡旅遊的大家共勉之 好 接下來就繼續講講我們 歐洲自由行 比利時的故事 要說比利時有什麼 最有名的東西 那應該就是 薯條 鬆餅 巧克力 和尿尿小童吧 這是我們來到 歐洲大陸 本土的 第一個 早上 一早起來 溫度明顯 比倫敦略低 空氣也比較乾燥 那種大陸型乾燥氣候 於是我們買了那個 地鐵一日票 決定來個 比利時部 塞爾市區的 輕旅行一日遊 來到他這個 舊市區 可能是 早上的關係 都上並沒有什麼 當地人 只有一些 外地來的遊客 這裡的一切 都很迷你 街道小小的 房子也是小小的 他有些 正開門打開 剛要做生意 再準備 也有一些 站在門口外面 抽根煙 看著這 路上的觀光客 一種那種 宜然自得的 環境 彷彿時間在這裡過得很慢 那個 街道 那個建築物 他那個店面 那種感覺 就好像從 以前到現在 從來沒有改變過一樣 經過這種 倫敦 魔王等級的 地鐵路線 布武塞 這個 地鐵 算是小兒科 我們在市中心 下車之後 便一路漫步到 這個 當地 應該是最大的 一個教堂 聖米歇爾大教堂 歐洲這裡的教堂 感覺又比 倫敦來的 老舊很多 雖然外觀老舊 但是內部 卻更華麗 那個裝飾 還有那種 大片的彩繪玻璃 在陽光 從這個 彩繪玻璃 灑進來 的襯托之下 那裡面 也有一種 祥和 與似乎 真的那種 寧靜 接下來 該吃個鬆餅 當早餐了吧 比一石這裡就是那個鬆餅的發源地 在這邊幾乎 大街 小巷都在賣鬆餅 就好像是我們早餐店那種感覺 其他的店 不是賣巧克力 就是賣甜點 不然就是賣糖果 說比一石是巧克力王國 或甜點王國 也不為過 如果喜歡吃甜食的 來到這邊一定會失心風 那吃完鬆餅之後 我們就一路來到那個 比一石最有名的 市政廳 中心的這個大廣場 這個廣場 是被聯合國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並有世界最美麗的廣場 這個美名 市周圍都是被那種 中世紀那種 很傳統的 古老建築包圍者 尤其是那個市政廳的那個 哥德式的塔樓 那個尖頂啊 高約 長度大概高有100米 是整個廣場最高的建築物 你站在廣場的空間 環顧四周 哇那個真的是 很漂亮 真的很夢幻啊 怎麼看都看不膩啊 幾乎每個遊客 然後這邊都一定會在這個廣場拍照 還遇到兩個意大利的美女 也請我們幫他拍照 NICE 我們也在這裡 駐足欣賞了好一段時光 然後接著我們走到廣場後方的街道中 轉角處有一間那個 看起來蠻老舊的餐廳 招牌上 是不是寫了比利時最有名的淡菜嗎 既然來到了怎麼能錯過呢 進去熱心的老闆娘就招呼我們 然後我們手比著那個 菜單上面的淡菜鍋 他一看也就懂意思 好像所有人都是為了這個而來一樣 來點上一杯啤酒 他們搭配那個薯條 不一會那個熱呼呼 熱騰騰的淡菜鍋就上來 哇一鍋爆炸一鍋 裡面還有很多配菜 洋蔥啊 芹菜什麼的 哇裡面是真材實料 而且很新鮮 哇那個每一顆 又大又肥美 三兩下就把它吃得乾淨溜溜 真的很好吃 大家有推薦來比利時布曬 一定要來試一下他們的這個淡菜鍋 吃飽喝足之後我們就沿路啊 再往比利時為惡的景點 前往尋找尿尿小童之路賣進 那離開這個廣場之後啊 一路上其實人煙很少 很像一個空城啊 就很像移動迷宮啊 還全面啟動那種場景 反而路上都有一些微安的那個軍隊啊 那個警車在巡邏 感覺真的蠻詭異的 一直走到一個比較商業區的徒步區啊 還有一些年輕人在這邊逛街 那真的我們逛著逛著 我不遠處突然聽到 那種槍聲大作 時間還搞不清楚狀況 怎麼回事呢 還沒意會過來 幾個年輕人從馬路對面跑過來 大喊了 我們也聽不懂啊 不然喊了一些什麼 好像是發生槍戰 那時候我們也不了解狀況 只看到很多人就 究竟進入旁邊的一間 體育用品社躲避 他們看看苗頭不對 我們也早就跟著那群人啊 先進去那間 那個體育用品社裡面 這個不是開玩笑 那時候我看他們其他人啊 都蹲起來 蹲在地上 那個體育用品社就把門關起來 然後燈關掉 然後因為都有一些架子嘛 一些程規 大家就就地MV在那邊後面 然後經過一段時間 聽到一些警車啊 那種鳴笛聲啊 然後又過一段時間又恢復 好像感覺恢復寧靜 大家又慢慢地站起身來 然後 店員又把那個燈打開 門打開 好像剛什麼事情都沒發生過一樣 大家又開始逛幾街啊 然後我那時候想 這個是不是對他們來講 是家常編犯還是怎樣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我們不知道 只知道明確 到底是警察開槍還是 什麼人開槍我們不知道 我們想要回去看新聞 電視新聞有沒有 把我後來也忘了 那在經過這個小插曲之後 終於我們在一個轉角的街頭 找到尿尿小童的本尊 哇 那個尿小童本尊真的很迷你啊 一直在一個很不起眼的轉角處 你不仔細找也找不到 他那個本尊算很小啊 可是卻是彼此人氣最高的景點啊 哇 旁邊的那個攤販什麼的就很多 那個遊客在那裡拍照 排隊拍照也很多 幾乎所有的來的遊客 都一定會在這裡拍張照 啊 這時候我們還遇到一支那個 比一時的足球隊啊 可能去比賽打贏回來 那獎盃啊 哇 一群人就在尿尿小童前面拍張大合照 所有人都在那邊拍手歡呼 感覺就很歡樂 哇 那個每個都是180公分的那個大帥哥 哇 那個都是那個體格那汗臭就好耶 哇 那個足球員真的很帥 他們也在那邊喊口號在那裡唱歌啊 又叫又跳 大家都一片很歡樂的感覺 那隨著天色漸暗了 我們太陽下山之後 哇 溫度越來越低 外面真的很冷 我們就沿路返回 經過那個市政廳 哇 看到晚上真的很漂亮 然後欣賞了一會兒之後 我們就沿路回飯店 那隔天早上起床之後 退房之後就將行李先積放在鬼台 因為我們中午大概12點半就要搭乘那個 大力士火車啊 前往那個法國巴黎了嘛 他本來還想說要去荷蘭 或是說比利時其他的小鎮啊 類似布魯日或是庚特什麼一些小鎮 當然時間也不夠啊 有機會下次再來吧 我們上午就在那個旁邊一間不知名的小教堂附近逛一逛 哇 這裡的一切都很緩慢 都很悠閒 那教堂前有個廣場 就有一些那種二手的那種小市集 都是一些當地人自己拿出自己的那個 二手衣服啊 或是自製的一些小甜點啊 一些蛋糕啊在那邊賣 還有人在賣那個二手的椅子 我一看到那個椅子已經破爛了 這樣你還可以拿出來賣 真厲害 這個老兄真厲害耶 真佩服啊 然後因為外面實在太冷了 我們就看到轉角處有一間小咖啡店 真的在那個當地人的那個氣氛之下 哇這杯咖啡是我喝過 在歐洲最好喝一杯咖啡 我們只在這裡短短的停留三天兩夜 但是這裡的一景一物啊 還是讓我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所以這時間快中午我們就 回飯店啊行李準備去車展 準備搭車了 這一次就不用再通關檢查 因為整個歐盟區裡面啊 的會員國都是自由通行進出 所以就不用再過海關那些程序 由於我們事先沒有在網路買到那個 比較便宜的二等艙的車票 那所以只差一點點價錢 索性就買了略貴一點的一等艙 所以就抱著那個愉快的心情啊 上車準備來看看這個 一等艙和二等艙 有什麼不一樣 好法國巴黎我來了 到底法國巴黎又是一個 怎麼樣的國度呢 更精彩的下一集 各位不要錯過了 記得多多訂閱我們的頻道 感謝大家 我是Eric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